大家好 我是一鸣 每屆亚运都是新老交替的舞台 又以身受永远最为惊喜 多个国家和地居在杭州亚运 展示了他的体坛新势力 比如韩国20岁的游名选手王孙优 日本18岁的体操小将江川珍 泰国17岁的田径选手布里铬文总 乌芝别克斯坦20岁的激劍女将扎伊布拉 扎伊别科娃 菲律宾18岁的网球选手阿里克沙艾克拉 和杭州亚运最小的选手菲律宾9岁的滑板选手阿来加多 我们中国的新裔就更为突出 年纪最小的13岁的崔神喜奪得滑板金牌 射击队17岁的王雨亭破纪录 个人和团底三金 18岁的盛李豪破世界纪录奪冠 00后的王亭亭和张璇赛艇奪金 游泳队19岁的潘展乐奪冠 并破亚洲纪录 而19岁的康前亭就奪冠 18岁的余依亭就奪冠 并破亚运纪录 看操队五名00后小将 赢得中国亚运旅团的13年半 澳门单车队18岁的阮丽泳 同队友连破三次亚洲纪录 澳门代表团的新人亦有可喜表现 只有15岁和14岁的罗家维和赵幸宇 作为亚运跳水赛的小妹妹 首赛排在世界冠军全红蟬 和陈沪直之后出战 虽然紧张仍基本发挥了水准 获得第五 在第二项比赛 赵幸宇又搭档徐雪军再获第二 初丹大人已有交代 乐见各方新裔强势出击 亚洲体坛 后继有人